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走进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我是记者郑巧 近日两岸举办了系列活动 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各界表达了对祖国统一的高度期待 美对台军售 民进党当局推动谋独行进 解放军军机绕台 当前台海局势引发担忧 未来两岸关系又将走向何方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特聘教授刘国生 为大家进行权威解读 你好刘教授 你好 台湾问题始于民族落乱 两岸迄今尚未完全统一是历史遗留给中华民族的创伤 今年是台湾光复75周年 两岸举办了系列的纪念活动 您觉得该如何从历史的维度看待讨论台湾问题呢 如果脱离了台湾的历史 脱离了中国近现代史 我们去讨论台湾问题 那一定是非常肤浅的 也是苍白无力的 因为民族落乱造成 在家务战争过程当中 清政府战败台湾被割让 制度上的落后是造成当时的民族落乱的重要的原因 中国人用了差不多40年的时间 走过了西方社会几百年的路 现在中国现在发展的状态 全世界都非常的羡慕 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显然就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中国的国情的 两岸双方不应该再简单的去纠缠在 所谓的制度之争 彼此珍惜彼此包容是最重要的 道路方面提出一国两制 也给台湾方面留出一定的空间 他们继续实践他们这个制度 我们今天在纪念台湾光复75周年 特别应该从制度的层面去理解 中国人发展到今天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近来美国政府在一周内 两度批准了对台军售计划 美副国务卿9月还曾访台 利用台湾问题牵制中国 美动作频频 对两岸形势产生了哪些影响 现在实际上对台湾来说 跟大陆打仗是下下支撑 我认为说是疯掉了 脑子清楚的人都知道说 台湾根本不是大陆军事上的对手 那么对于大陆来说 我们也有自己的发展的进程 至今为止 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 还是坚持和平统一的 只要有一丝的希望 我们都会争取和平的方式去解决 现在台海问题最大的不安定因素来自于美国 美国大家知道 它出于它自己的私利 要遏制中国 用了各种极限施压的手段 中国政府都从容地应对 那现在就要拿台湾作为最后一张王牌 来向中国政府施压 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两岸双方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如果台湾当局顶不住 要一跃红线 两岸完全是有可能会发生 擦枪走火的情况 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当然也是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我们除了一方面 像美国政府交涉 另一方面 也必须要提醒台湾当局领导人 这么做到底对台湾人民 对中国人 对中华民族 有没有什么好处 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 它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对抗大陆方面 到现在为止 它实际上台独分的立场 并没有改变 它要向美国一些势力去取暖 去赢得一些支持 但是这个到底对台湾 是带来什么东西 我觉得说这是饮症止渴了 去勾连外部势力 甚至配合 某些国家 对中国进行极限制 最后是伤害到两岸关系的 对台湾方面来说 解决问题最佳的出入 是把两岸关系处理好 我们也希望说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 正是目前两岸的基本的格局 不要做伤害两岸人民情感的事情 最近有媒体解读 民进党当局领导人蔡英文 10月10号的有关谈话 调子放软 语气趋缓 是其就任以来最软的一次 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我不同意这一观点 它其实骨子里面还是很强硬的 我们不要被它表面上的一些话语所迷惑 它对抗大陆的思维 它还是蛮坚持的 如果它这个心态不改变的话 用一些个别的一些 所谓的柔软的话语 就像解决两岸之间的问题 那是言目求疑 那实际上是火上交友 台湾当局领导人讲话 你要考虑到大陆民众感受 你不要自己成一时之快 换位思考 你看看大陆民众 怎么去理解你自己的话 一段时间以来 解放军加大了在台海地区 军事演习的规模和频率 大陆官方也明确表示 两岸之间不存在所谓的海峡中线 有人担心会造成台湾社会 心理防线的崩解 您觉得两岸之间 有可能会插枪走火吗 现在插枪走火的这个概率 是在大幅的上升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两岸双方现在是没有政治互信的 我们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 其实是受了严重的损害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双方缺乏有效的沟通管道 认知又存在很大的分歧 不知道规则在哪里 所以插枪走火不能排除 过去不能排除 现在其实是升高了这种可能性 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小心 就一个研究台湾问题的专家学生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 中国大陆民众在台湾问题上的 严重的焦虑 其实主张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的声音 是蛮大的 所以一旦插枪走火 局面可能是不由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您刚也提到就是大陆方面 民间关于这方面的讨论也是比较多的 那在您看来现在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机吗 解决台湾问题其实没有最佳时机 只有更加时机的问题 只有更好的机会在那里的事情 其实国家是整体一盘起 中国政府的领导人 每次在中央讲话的时候 他讲的都非常全面 他很多事情是统筹安排的 所以民间的各种各样的讨论 我们是要尊重也能理解 但是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跟风 要相信中央有能力处理好台湾问题的 今年世界经济形势异常严峻 前三季两岸贸易额却逆时增长了12.4% 今年8月 台对大陆的出口也创了历史新高 显见大陆市场对台湾的重要性逾日俱增 但一些绿营人士却要限缩两岸交流 妄图于大陆经济脱钩文化锻炼 我们也看到民进党当局 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更频繁地在两岸交流上设置障碍 您觉得对两岸交流影响大吗 蔡英文执政以来 他认为说马英九主政下的台湾 对大陆这个贸易易程度达到12% 这是卖台什么的 但实际上今天台湾对大陆贸易易程度 已经达到46% 而且两岸的贸易额逐渐是上升的 今年1到9月其实已经是1800多个亿 台湾是近顺差超过1000个亿 大陆坚定不移地去推动两岸的经贸关系的发展 说明在处理台湾问题上 它没有实行 它是有远见的 它是站在两岸人民共同的福祉 两岸人民这就更加美好生活的角度 它是非常负责任的去处理好 那么两岸经贸关系的发展 其实对于两岸都是有利的 过去这么几十年来都证明了 尤其在现在全世界都不景气的情况之下 这边风景多好 尽管双方现在有很大的分歧 但大陆方面展现了极大的耐心 去尽全力去维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轻易地去中断两岸之间的各方面的往来 这是对人民非常不负责任的一种做法 所以民进党方面 一方面享受这两岸交流的红利 另一方面又说那些话是非常不应该的 近来欧阳娜娜张绍涵等台湾艺人 因在十一晚会上演唱我的祖国等歌曲 遭到了威胁 早前民进党当局还通过立法 唯独爱奇艺等大陆影音平台 您如何看待此类举动 这还是意识形态挂帅 政治全谋斗争的角度考虑 还是充满了一些民进党自身的一些 他在岛内政党斗争的这样的一些 一些盘算嘛 所以这些都是负面的 非常负面的一些作为 对两岸关系没有任何营养 对台湾也没有任何的营养 台湾很多艺人都在唱这样的歌 这是个正常的行为 两岸的市场共享 两岸互相彼此 把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 来共同发展 对双方其实都是有好处的 那么民进党当局去处理这些艺人 目前来看这不得人心 他也做不下去嘛 那么他现在又封杀大陆的这些一些平台 包括爱奇艺啊 淘宝啊什么这些啊 我觉得说是给台湾老百姓带来不方便 因为政治上的考量 那么就要把它关掉 那这样做对你民进党执政有没有好处 所以这都是非常短视的一些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亦以谴责 三十多年来 两岸交流从无到有 不断地扩大深化 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 文化社会的联系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您如何看待这种局面对两岸关系的影响 我们必须要高度肯定过去四十年来 特别是最近的三十年 两岸关系取得了成就 所以两岸现在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 其实是越来越密切了 那么这也证明说我们的对台政策 这是成功的 目前这个局面对两岸双方的互信 对两岸找到共同的政治基础 形成我们共同的认知情感价值观念 形成共同的利益 为最终和平的双赢的解决两岸之间的分歧 再创造条件 过去这么长时间来 其实大陆方面是非常照顾到台湾方面的感受 这个还是站在民族的高度去思考问题 所以两岸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交流交往 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大家一定要珍惜它 11月7日是喜马会晤周年 您觉得这次具有里程碑式的两岸领导人会晤 对当下两岸关系有何启示 那么2015年的11月7号 两岸领导人习近平和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 这个对当前的两岸关系是有很大的启示意义的 说明两岸双方只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 是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的 过去国共之间也有很多恩怨寻仇 那么两岸双方看似要领导人见面有很多很多很多障碍 但是我想只要两岸中国人有诚心有耐心有足够的智慧 我们有很好的这个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包括领导人称呼的问题 最后习近平先生 马英九先生 这不是非常好的一种安排吗 两岸领导人会在新加坡见面 那这个其实背后双方都做了让步 那这些让步都不能违背两岸 同时一个中国占了一个政治基础 只要做到这一点 我想我们对两岸关系的未来应该还是要留一些想象的空间 您判断未来两岸关系将走向何方 两岸关系的主导权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手中 我们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充满信心的 我们不会因为暂时的这个挫折 就忘记了两岸关系的基本面 结构面 两岸的领土没分裂 人民没分裂 主权没有分裂 现在是寻求中国的最终完全统一的问题 我们是希望在更多层面上实现统一 包括经济 社会 文化 医疗标准规范准则等等 那有一些我们要抓紧去推动 有一些现在条件不成熟 不能蛮干 政治必须还是要为现实服务 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服务 台湾当局领导人选择空间非常非常有限 两岸关系还是要继续往前推进 交流交往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两岸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分歧 其实这可以从一国两制的角度去处理 包容双方嘛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当中 台湾问题一定化解于无形 这是我个人的信念 也希望民进养当局不要逾越这个底线 因为这个逾越底线的话 那谁也就说不准了 可能会加速台湾问题的解决 那么这过程当中可能双方都会付出很大代价 好的 非常感谢刘教授接受我们的采访 各位观众 本期的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